老爷 我问他了 他说是万岁爷的一个证人 您说怎么办 那就对了 哪来这么一干爹呀 我问你 这附近有夏德赫的人吗 有 一路都跟着呢 一不做 二不休 咱得让万岁爷经常 要是知道怕能回经常是最好吧 老爷 您说让万岁爷经常 那怎么吓他呀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呀 说了半天干爹的 怎么还不明白呀 奴才明白了 老爷 那您说什么时候动手 择日不如壮日 腰 腰 我这退车的腰还真疼 腰 哪是腰都找不着了吧 找找了 老爷行吗 那行了 我得歇着了 去吧 诺塞走了 诺塞走了 来 诺塞 这都快跟半个月了 什么时候动手啊 我也不知道 这不还是让等吗 再不杀了 就要到兰州府了 少啰嗦 也还要你交啊 跟着 什么 有人 夏大人 夏大人 是刘全 可有什么吩咐吗 我们家老爷说了 这个人不能杀 不好了 快来人哪 不好了 出人命了 快来人哪 不然 出人命了 怎么了 爷 怎么了 您家老太爷出事了 出事了 出事了 你快来 快来啊 你这 你这 老太爷 您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你 三爷 你尽爱吧 老爹啊 是我害了您哪 到死你都不知道我是谁 袁叔要为您移养天年 现在却克死他乡啊 您死都没回得了家呀 我还算什么皇上啊 乌能啊 皇上啊 您可别这么说啊 这都是奴才的错啊 奴才罪开万死啊 不行 奴才要以死谢罪 刘全 别拉着我 别拉着我 我要以死谢罪 老爷 老爷 您不能啊 老爷 您不能啊 奴才 这不是您的错 实在是奴才的错 奴才是乌能啊 真想不到 出了经成经 如此的凶险 实在是太可怕了 万岁爷啊 经此危难 奴才劝万岁爷 就此回京吧 万岁爷 请您回京 何大人起来 起来 快起来 谢万岁爷 真来一个百姓都没看好 这无言回京啊 万岁爷 您爱民如子 天下的百姓都知道 可是您再不回京的话 真要遇到那些丧心病狂之徒 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奴才可怎么活呀 奴才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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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那您让咱们那些人冲着朕来吧 一个好端端的人在朕的面前 就这么摔死了 朕还怕什么呢 朕都怕了天下百姓还有什么指望 还有什么盼头啊 万岁爷说得好 臣待天下黎民苍生 谢万岁爷隆恩 自古邪不押政 这甘肃之路再凶险 臣起小兰卷随万岁爷前往是万死不辞 至于何大人 我觉得这件事啊 你去不去两可 你 记下来 你这是做臣子的该说的话吗 你不劝爷爷就办了 你竟然所有万岁爷去冒险 你这是不忠 行了行了 何大人 咱们别表演忠心了 行不行吗 这强人杀人是给咱们看的吧 这就是想阻止万岁爷去甘肃 你现在也来阻止万岁爷 怎么着 你跟强人那是一伙的呀 好 记下来 你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我告诉你 你说什么都行 你就是把强人的帽子 扣在河帽头上 我都不怕 只要能保万岁爷平安 奴才万死不辞 冤死我也心甘情愿 刘全别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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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了 你这是劝明君圣上 不以天下为己任 你没有公心 可是我 我 我 我有忠心 我这一片忠心 就是向着皇上 行了行了 行了 别吵了 别吵了 人死朕心反倒定了 功心也好 忠心也罢 都不说了 这要去兰州府的 决心事定了 启程 万岁 奴才跟你 不当当伙 再做不辞 谁呀 佩服啊 二 喝点 变得真快 快呀 慢也好 只要跟着皇上 我就没坤吃 而你 万岁如果 要是真出了插错 有个三长两短 你就是千古罪 还皇上等着我 老爷 您别再转悠了 都转悠一个时辰了 我愿意 刘全 刘全啊 你说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啊 我就让你吓唬吓唬就得了 你生生把一个大活人 退下去摔成那样 想想我都害怕呀 老爷 您不是说吓吓他吗 每回都这样吗 这回吓大发了 吓得万岁也铁了心 要去甘肃了 你说你们没有一个会办事的 你个蠢才呀你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 你还敢学我你 奴才不敢 奴才该死了 行了 不说了 拿图来 历秋是初级啊 回老爷 初六 初六 就这儿了 这样 让夏德赫在常乐镇 把事了结了 再不了结 就到了兰州了 正 诺在这儿就派人去 等会儿我话还没说完呢 兰州何文远那儿 夏德人说 也在历秋 行了 别的话不说了 从明儿起 路上赶着点 千万别误喽 老爷 那咱们跟夏德人 是同一天到常乐镇吗 同一天 千万别让夏德人知道 还有 一定要分开住 奴才明白